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在推特上 PO出一张台湾接近图 写着谢谢这个温暖的问候标志 他和夫人苏珊 很期待见到热爱自由的台湾人 照片中的地点就在台中的台湾大道上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预计3月2号 来访台湾台中一位西区的里长 萧行凯为了要欢迎他 在车水马龙的台湾大校上 设了一个看板 来欢迎他 斗大的英文字搭配上 POPEO照片非常醒目 立刻引发话题 比较特别吧 对啊对啊 因为平常没有看到类似的广告 会交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有朋友来 没什么感觉 也没有特别认识 POPEO这次要来台湾接受 总统蔡英文扮赠的 特种大寿景星宣章 得知消息的当地里长 马上做了欢迎的反布 我们台湾人过去 接受他很多相关 平台的言论 所以我们想说来表达欢迎之意 反布因为厂商也还没来请款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别提前了吧 我们非常欢迎 POPEO先生来赌我们台中 走走看看 里长强调因为长期租用这个看板 才会突发奇想 很惊喜POPEO竟然会知道 而且在推特上回应 他说希望POPEO这一趟 能够来台中玩 看板会保留到POPEO离开台湾为止 没想到这块台湾未看板意外 登上国际版面 成了另类的国民外交 华西文林顺床之君台中报道